我去坐窝趴在我腿上干嘛 这两天看他不停的掉东西 到处坐窝 没有一个固定的窝点 之前的那个鸟窝他好像不要了 感觉他快又要下蛋了 又飞出去掉了这么多草回来 刚在我腿上休息了一会 又开始动工了 还飞到这墙柜上了 你看他把这上面搞得多脏 掉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抹在上面 害得我都被骂了 差点掉下去了 这里哪里适合坐窝呢 这不是瞎搞吗 之前那个鸟窝的好好的 怎么不要了 跑到保温箱上面了 他还想掉进保温箱里呢 瞎搞 看这保温箱上面也被他弄得很脏 叼出去 这里不适合坐窝 来 叼回你之前那个鸟窝带你出去 来 叼到你之前这个鸟窝 这鸟窝都好好的 鸟窝在里面下就可以了 每次都是下一窝鸟窝又换一个鸟窝 把家里搞太脏了 等一下得把它关起来才行 把这个鸟窝拆了 拿到三楼阳台的笼子里安装 拆过来有吃的 这只公鸟太怂了 今年应该是配不上了 应该是要懂到明年了 今年的距离很小很小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就胆子这么小 他都不敢面对小屋 八个配对主要是过年那段时间配对 最好配对 这个时候很难配了 除非公鸟很凶 一下子把龙鸟压住住 像这么耸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配上了 明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他们俩关在笼子里了 行就行 不行就等明年了 他们在笼子里不打架的 但是在外面就打架 很奇怪 刚下去把下面的鸟窝 拆下来 装到这个笼子上面了 看 这个鸟窝还很好 不需要再做了 有蛋直接在里面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关着了 他们不打架 公鸟它会攻击小屋 但是小屋会躲 小屋不会啄公鸟 在外面它就啄 今年最后一次机会了 能不能成功 就看这一次了